青霞生活 最近一个生活圈的近人 你都看到了 唯独 唯独 你先生连惊鸿一瞥都谈不上 他很少出现在你的素描里 有说青霞姐 你是不是跟我们后中年的女人一样 就不太注视先生了 不是 所以里面都几乎没有 不是 我跟你讲 他这本书 有一个地方有写到 那个行李源先生 他青霞姐刺他先生说了一句话说 他问我 如果上帝不准你死 你怕不怕 他就出场这么一次 不是他 我刺他的 是他问我 他告诉我 你至少记了这么一笔 为什么写的这么少 是选择的吗 我跟你讲 我们家人都是很低调的 我先生跟我几个女儿 我觉得我很对他们非常的有歉意 就是因为我先生娶了我 他付出最大的代价 就是他要在 有时候要在媒体上出现 那么我女儿他们也不喜欢 所以我是禁忌的 不能写他们的 我是选择的 我是不能写他们的 那么偶尔透露一点点 没让他们知道 我想也无伤大雅 但是他们知道了还是很生气的 生气 那我本来还要说 那今天就透露一点点好了 我猜他不会看这个节目 你知道吗 我们家那个不是火旺 火旺的这个事 那我其实我先抱着 我女儿我说 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大家都很安全 第二个念头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应该怎么写 所以你抱他的时候 还有没有那个感觉 我这竟然有一个 我应该怎么写 然后我回去回香港之后 家里人都在房着我 到大屋拍照 都不让我拍照 我本来想拍拍照 这个做个资料 都不准的 好 所以但是为什么 那时候大女儿养的这个boxdill 不是要安乐死了吗 清夏姐书里面写 她说那我来陪好不好 她说妈 你是不是要找写作的材料 找写作材料是玫瑰的故事 玫瑰的故事 那个我说我带我去看一看 那个玫瑰圆 我女儿一听就知道 我要去找写作材料 打一个成语 四个字 不怀好意 没有了 好那我还是多问一句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画 你学画 如果要你选择一个媒材 来画你先生 你会是用 简单明快的线条素描 你觉得最能够画出 行李员先生 还是用清清淡淡的水彩画 或者要用浓厚厚重的油画 最能够画出它的特质 我就是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画 有这种答案 好啦我服了 碰到作家没办法 贡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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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